12月10号 极右翼米莱即将上任 执掌拉美第二大国阿根廷 米莱发表过不少过激的涉华言论 例如 未来不和任何共产主义国家结盟 不和中国做生意等等 他能说到做到吗 阿根廷到底需不需要中国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捏茨有句名言 世界上有四种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日本和阿根廷 日本比较特别 没有什么资源 但是发展的不错 阿根廷也很特别 不过是反向的 拥有丰富的资源 但是从发达国家一路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 米莱能当选 原因也就在此 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在是太差了 阿根廷的经济数据有三高 一是通胀高 2023年全球通胀预计是6.8% 6.8%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 其实已经不低了 但是阿根廷的通胀居然能比全球高出 20多倍 根据阿根廷央行的预测 今年的通胀可能累计高达185% 10月的通胀是8.3% 9月是12.7% 8月是12.4% 也就是说你这个月去买东西呢 价格要比上个月贵个10%左右 而且几乎月月如此 假设我去年买个大饼花两块 那么今年可能就要花5块左右 阿根廷最近还有个话题挺火的 就是不要去买新衣服了 因为通胀太猛 大家就讨点二手三手的穿穿得了 物价这种涨法 那老百姓肯定受不了 每天都要和通胀赛跑 每天都要多花一点点 高通胀之下 阿根廷的贫困率呢 也攀升到了40% 换句话说 4600多万的阿根廷人口当中 有近1900万生活在贫困线下 而且年轻人更穷 15岁以下的儿童 有56%属于贫困人口 此外呢 还有10%左右的民众极端贫困 在阿根廷这个农业国家 居然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第三个高是债务高 过去60多年来 阿根廷的财政基本上处于一个赤字的状态 那没钱怎么办呢 两个办法 第一是印钱 第二是借钱 阿根廷政府四处借钱 但是因为经济不太好 老是还不上违约了很多次 导致大家都不太愿意借了 除了一个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RMF 所以你们猜 谁是RMF的最大债务国 对了 阿根廷 欠RMF460亿美元 规模是第二大债务国 埃及的2.5倍 RMF借出去的钱 有三分之一都流向了阿根廷 也正是因为经济太差 给了米莱胜选的土壤 米莱的竞选对手是现任经济部长马萨 经济部长肯定要对经济负责 所以阿根廷人有句话叫做 宁选魔鬼 不选马萨 可见选民对现任政府有多不满 当然了 阿根廷的经济困境 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而是历史累积而成 过去几十年 不同的总统开出了不同的经济药方 但是都没有用 结果总是更多的债务 更高的通胀 这么一看 也就突然理解了阿根廷选民看似疯狂的选择 既然怎么样都没有用 那不如选一个见走偏锋的人 赌一把 因此米莱作为新总统 任务其实主要就一个 经济 阿根廷的经济结构单一 没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去支撑国家的经济 而中国多年来一直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2022年中阿的贸易额大约是250亿美元 同一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大约是42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中阿贸易占我国贸易的0.4%左右 说是零投不过分吧 那么反观阿根廷 其贸易总额大约是1700亿美元 中阿贸易占到了14% 所以谁更需要谁一目了然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 第一中阿贸易近年来是在不断的攀升 而近年以来阿根廷的贸易总额 却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所以中阿贸易对于阿根廷的重要性 还在不断的上升 第二中国主要从阿根廷进口的是 大豆牛肉海鲜等等农产品 而阿根廷从中国进口的呢 主要是机电产品轻轨列车化工品等等 都是工业发展所需 所以谁更需要谁不言自明 还有前面说到的债务问题 阿根廷欠下的IMF拒债是要还的 而且是要用外币来还 但是阿根廷的美元储备严重不足怎么办呢 阿根廷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人民币来还 阿根廷央行把自己的笔锁换成人民币 这样就能在不动美元储备的情况下 把IMF的债务还掉 6月份阿根廷首次使用人民币偿还外债 用IMF特别提款权和人民币结算的方式 偿还了到期的27亿债务 10月底阿根廷再次使用人民币还款 偿还了IMF的大约34亿美元的债务 阿根廷应该感到庆幸 从2009年开始就与中国保持着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而且在今年年中呢 还将互换规模提高到了1300亿人民币 此举能够为阿根廷的金融市场提供低成本的融资 通过注入流动性切断金融风险外溢的传导通道 降低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爆雷的可能性 彭博社直言不讳的评论说 与中国的货币互换是这个缺钱经济体 获得资金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 所以阿根廷到底需不需要中国呢 此外在金融合作领域 我们为阿根廷提供了各类融资上百亿美元 支持其能源交通通讯等等重大项目 在经济合作领域 中企参与了阿根廷的多个基建和能源项目 工程承包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竞选的时候对中国冷言冷语 但是这两天米莱似乎又有所收敛 他说感谢中国祝贺他当选 并且喊话企业继续和中国做生意 其实在上台前或者上台初 对华不友好的例子呢 我们见过很多 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一开始 也曾质疑发展对华关系 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格外重要 阿根廷的邻国巴西 在前总统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呢 也同样如此 甚至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默克尔 刚上台的时候也搞过价值观外交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 也不要去过分渲染米莱的 所谓极端形象 适当地等待一下 当他执政后 面对实际难题的时候 将不得不走向巫石 最新的消息是 米莱已经抵达了美国 但是没有见到拜登 怎么说呢 一切还是个未知数 变化的空间还很大 我只是希望 如果中阿之间存在一个磨合期 这个时间能够尽量地短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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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